商场大楼如火如土 施工改建中 但工地却出现一个小木屋 里头停着一辆休旅车 外头还贴上告示 留下电话 供车主移车时联络 不移车啊 打电话报警都不移啊 有人肉上车主吗 有人肉打不通啊 电话打不通 宛如小车户的这一幕 就在苗栗市 这处商场大楼的施工工地现场 包商早早在2月就贴出公告 要求停在建屋周边的车主赶紧移车 但这辆休旅车却迟迟没移走 狂打车主电话也联络不上 就担心施工过程 商道车辆产生纠纷 包商特地搭建木板小屋保护车辆 警察说他没办法 因为这次人不必 联络不上车主 让施工包商好胡闹 警方查询休旅车的车牌 发现早已注销 而且左侧车身 仍属于道路范围内 违反道交条例将他一致保管 左侧车身仍属道路范围内 且该车号 已遭监理站机关注销 故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 条例第十二条第四项 进行举发并当场一致保管 车主行踪沉迷 好在警方出手 将车辆脱掉一开 让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参讯黄沫甄秒率报道